Fail Nagy拿到了16同色选择抢个忙 加注到6000 Pure拿到了A勾 选择平靠 咱们来看看翻牌 998 这里边看这个越南赌山的牌最好 8一对 Nagy率先偷鸡 半偷鸡 直接被盗瑞斯 瑞斯到186 好 越南赌山还挺免税的 觉得你这个下注有问题 直接瑞斯 哇 等一张7卡上了顺子 Nagy 7、8、9、10 这边是买上下顺子 这边下了一个试探性投机 靠 这个牌Nagy应该也会打得小心一点 这牌他也怕有葫芦 6、7、8、9、10 确实Nagy打得非常的小心 合牌是个过牌控尺 他应该想过牌尻 大概这样的策略 他怕他下注被瑞斯 我发现这里边按摩也挺赚钱的吧 应该是吧 这轮番按摩就是挺累的 但是挺赚钱的 就还太过那个按摩嘛 是吧 30块钱 可能就是给你按个什么 20分钟半个小时 可能大概这样 是吧 那是其实按摩真的挺累的 他那边按摩是真的便宜 其实泰国那个地方 它还是挺特别的 它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泰国人那个生活态度 它是发达国家的生活态度 就悠哉悠哉的生活 什么泰国老跟中国老板说 慢慢来 是吧 你慢点别着急哦 你急什么 就慢慢工作 慢慢来 慢慢享受生活 他们是欧洲人的生活态度 但是发展中国家 他这个国家挺奇特 挺奇怪的 挺奇特的吧 不叫奇怪 很奇特哦 哎呦 谭轩又打远了 这印度独神 谭轩和那个 拿给 面对印度独神 都是输多阳神 哦 印度独神中牌了 又输印度独神了 你要的 谭轩这个打法吧 说实在的 有点被印度独神克 因为谭轩靠偷鸡 他要靠很多的别人的气排率 然后印度独神不气排 是吧 就是印度独神的打法 有点克制 谭轩 凶吗 爱吓唬别人 印度独神不怕凶 喵的还挺奇怪的 谭轩这个牌局打的一直不太顺 主要也是谭轩的打法有点被针对 加上运气确实也不是太好 谭轩得学Tony G这种打法 Tony G也是怂胸啊 但他这个牌局 他的风格就变了 他有点是变得紧胸啊 越南赌神变凶了 越南赌神刚上桌的时候 还挺温柔的 哇又是AA 平和爪 越南赌神还挺稳的 突然还有个前边30万瑞兹谈宣 前边又是瑞兹那谁啊 哪里啊 变凶了 面对Nagy的300的 印度独神也没有怂 印度独神现在有点凶下来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控制好这个凶的程度 因为人一旦变凶 就容易控制不住自己 就老一直凶下去啊 就有的时候不适合凶 他也会凶下去啊 其实这个尺度把握什么的 需要你长时间的打牌啊 然后慢慢的调整自己 因为有时候情绪这个东西控制不住啊 凶起来真的很容易 一直啪啪的凶下去 哇 最后一张A给发出来了 三条A的葫芦对A钩 拿个一会 给打个试探性的那种处 比如打个那个 三万 甚至更小一点 两万五是吧 因为这里边一个是试探 还有买牌也给他很好的赔率 万一把底试做的大一点 这个牌 这个牌可能要支付一箱 我觉得他印度独神前面有点凶 凶的人他不一定能控制自己 万一这个牌本身也不太好气 这里边其实可以下中柱的 下个十万这样的柱 假装在投机 利用这个牌面投机 这个牌面也挺吓人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飘刷下个十万 越南赌神应该会支付 哇 真的是十万 考秒考啊 好像我看过一样了 这高手所见略同 真的好像我看过一样了 这我有点解释都解释不清 我确实是没有看过 但是我怎么说吗 我怎么证明我没有看过吗 咱们是一个录制的录像的视频 高手所见略同 你知道吧 就是你到达这个级别了 你怎么打 你要讲什么样的故事 他都是想法差不多的 像比如他为什么那么打 我也说出来了 转牌 你打的轻一点 让一些买牌 那些乘牌都好跟你 而合牌你打的重一点 是那个牌面可以扮演吓唬别人 打个十万显然这个数字 看起来吓人啊 就更像在吓唬别人 靠 印度多深啊 大盲位 其实我想这10Q这牌 如果有位置的时候 偶尔的也可以做点三拜特什么的 看情况 你觉得前边人排不强 你可也偶尔的10Q是吧 加上你长久的没有三拜的 试探和下注 连打价值在试探 两万四 没有人会尻 因为他是在最差位置打出来的 四人敌尸 这种情况你没有必要去抓他 印度赌神头发还挺茂密 其实打德州普派的人 头发像那种特别茂密的 感觉也不是特别 总感觉不是特别常见 飘刷头发也还行 德州普派里边老看见光头 Q7太差了 其实这个很紧 谭旋应该 哦没有 谭旋还是变紧了 6-3没有上 我以为谭旋要上呢 印度赌神 你看前面有印度赌神 有这种牌 他抗Q3 他就负了 是吧 印度赌神这个人 就是他心情好的时候 他愿意看看牌 他那会儿太不顺了 还是他Q3 他就没心情玩一种垃圾牌 负掉吗 应该还是要负掉 这个手势是想负掉 印度赌神不差钱 你知道吗 他就是来看看翻牌的 你知道吧 他来玩这个游戏的 他来看看翻牌 我花点钱看看翻牌 是吧 他不是看着就是 他不是盯着盈利 他是盯着玩 这牌我值得一玩 是吧 性价比还可以 可能正常的会亏一点 但是我高兴一下 是吧 就弥补了这个亏一点 我为了玩牌来的 他就尻 九沟这牌 哦 要玩吗 龙 龙哥 这还挺酷的 龙哥选择尻 A9尻 弹轩要三拜 这牌三拜的还行 也不算三拜的 就齐瑞斯 其实讲道理应该 拜他嘛 其实前边的尻 应该也算拜他 其实叫三拜他也行吧 印度赌神六七尻 哦 你弹轩那个人 齐瑞斯 印度赌神特别爱尻 就是他可能 有点排力 他就要尻 但是这个尻 也很正常 就是咱们说一下 我 你在逗我吗 三四五六七 但是弹轩这个牌 还有可能过 但是又四一对 又还可以 那可能又打 中对啊 还是打 两万 会瑞斯吗 哦 没有瑞斯 弹轩又危险了 方片吧 来个方片 能帮助弹轩 这八和三四五 相对远一点 其实这张八 并没有太帮助弹轩 弹轩打不错 打不太好打的 这条街 就是他现在 有点摸不清 中间的祖神是买拍还是有拍 所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过 你看看对方怎么做 因为你的信息不足 是吧 你打其实风险也蛮大的 没位置把底池做大 这里边有打的 他也怕花了 四万五 其实这打的不重啊 哦 不重正好 坦轩秀到了 秀到了 你有点在打价值 再加上弹轩这个牌 他觉得往后打 也不好打 还行啊 这手牌弹轩也没有输太多 印度赌神的 最近他有点运势又来了 坦轩他这脸色真的是不太好啊 坦轩不太顺啊 我觉得坦轩打不太 没准他的策略 还是上来凶一点 趁大家没反应过来 然后如果 就是 效果还可以 还可以吧 然后他就变得再紧一点 然后再凶一点 没有这样的策略啊 他坦轩上来 非常的不顺啊 加住到八千 烤 烤 七八钩 都没啥货色 K八还可以 哦 这张四对K八也很不错 K八可能会打一枪 打个一万五两万 一万二 这个三六肯定是要 那什么呢 后门花加上 卡顺是吧 四五六七八 这眼对四不太好投机的 就是转牌来四 一般别人打你 中个四一对 你一般不会考 所以这里边 又是公对四 这里边演四不太好演 有点想偷吗 这里边有太多的买牌失败 其实这里边如果是九十 这种七八九十钩 转牌很有可能 拆克瑞斯 我还是要偷 打掉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 偷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里边 你拿到九十这样的牌吧 说实在的 别人真的 反正也可能考 但也有可能 转牌拆克瑞斯 反正我觉得这里边 你偷吧 你可扮演的牌 并不是太多 但是还是给龙先生偷走了 反正扮演那张四 其实是 有点水平的人 其实不会相信你有四的 多人低迟 还是 你打个牌 你中个四边 一打你中四就抠 我经常有别人 是中个顶对中对 转牌发掌小牌 然后他打你 你知道 经常有这种情况 四一对 单是四很难考的 龙先生感觉有点弱 人家明显打走你 然后他有点没敢考 像前边弹轩 也强行偷走一手龙先生 顶对也偷走了 那把弹轩都要说是kiss吗 其实他想扮演的牌 就是抄盾 k5比较拉胯 是stridal 那这把stridal比较多 是这位的stridal 哦就没有人了 人走了吗 这位stridal 第一个stridal 六七 考比较好 谭轩现在形象不太好 打别人气排率不多 哦 还是要300 就别人不太信 谭轩你知道吧 他打别人没有气排率 还没位置 我发现谭轩这个人在忙住位特别凶 他好像很喜欢 就防守忙住 他在忙住位经常做这样的行为 其实以谭轩现在的情况 他call比较好啊 他不太好偷击 偷击别人不太信谭轩 面对COA 装卫这种情况 到这个份上了 还是值得投一枪呢 投一枪 下的重一点 比如下个半尺以上 完能偷走就偷走 偷不走就算了 这牌也不能 没位置 也别打得太磨叽 重一点 能偷走偷走 偷不走就算了 龙献羊又难受了 call了这牌 这牌肯定不能fold了 就是性价比很好 跟85,000去赢一个385,000的地址 肯定是核算的 还有谭轩前面下的58,000 twice的两次 拿一张方片酒 放片石 搞个通话顺出来 哦 越南赌神运气不错 越南赌神想 他最近整体上运气 还是不错的 哦 平分啊 你看这个是吧 龙献羊 那这就是核算大分了 如果能平分的话 哎呦 没平分 哇 这越南赌神运气是真的好 如果平分 如果平分了 你现在啊 他85,000最后赢 就非常核算啊 这么的 赶紧就有点 没有那么舒服 但是他如果赢的话 一下 他赢的就是 赢多少 是吧 平分的 如果运气好 都赢下来 总体上 肯定是这生意 考是核算的 但是结果上不太好 不太核算 哎呦 没定时间 我都不到路段时间了 忘定时间了 一般定20分钟 哎呀 我家楼上也不到谁家 老咚咚咚的 我这半个月来 给我挺闹心 我觉得是楼上吧 我问一下楼上 楼上说不是他家 不到谁家老咚咚咚的 给我整的神经衰弱了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动 把他动两下 就没动静了 你想仔细一听 是谁家 又没动静 没动静了 给我搞得 神经衰弱了 我今天光 光动动动的 晚上我今天录视频之前 他也都想录视频吧 找没动静 录吧是吧 就有点分心 就没定时啊 先停下视频 我看看多长时间了 这视频 谢谢 你